欢迎大家订阅星电视频道 总编辑时间亲切回应 VIP互动机会 快点加入星电视YouTube会员吧 各位美国星岛中文电台的听众 我是方永强 欢迎大家收听视频观察 上星期美国传媒为了尼奥顺访 是成功还是教训争论不休 最后提到 美国人到底知不知道 美国从来不是世界警察 而是为世界制造麻烦的坏弹 过去两星期有两段新闻正好反映出 为何美国人对美国政府所作所谓的态度 为何会一无所知 到底是被蒙在鼓虑 是鱼鸟政策 是遗世所兵 还是自喜喜喜人 第一件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武 基本上在美国内部 都一面倒反俄支持乌克兰 但同时拜登的支持度也降低 第二件是网络入侵事件 我觉得它的重要性 比斯洛登的零镜门一点都不低 这件事的详细情况 下一节再跟大家详细分析 在刚刚星期六的快评中说过 美国同时对中国和俄罗斯出售 反映了美国根本不畏惧中国和俄罗斯联手 更不要单独面对中国和俄罗斯 中俄可能是唯一有能力抵抗美国的国家 但同时也不能对美国构成大威胁 将中国标签成为战略对手 只不过转移视线 美国政府目前最重要的对手始终是欧洲 如果欧洲不受控制才是美国最大的风险 虽然美国不会忧虑俄罗斯对乌兰出售 甚至想它越拖延得来越好 因此对欧洲的损害越大 至于乌兰自己本身 结果无论如何都已经输了 如果说得粗糙点 早点结束还可以收拾底斧 有不少网友都在评论中提到 既然我们都看得出 欧洲人不可能一无所知 尤其是在实际的战争影响 美国人的意图一目了然 其实在普京发动军事行动之前 法国和德国的态度都很明显 就是试图拖延美国刺激俄罗斯的行动 也不希望北约搞上烂摊子 避免北约结果要与俄罗斯直接对抗 从经济角度 欧盟也根本不可能接受 4400万贫穷人口的乌克兰 就算现在连司机 借着战争期间要求加入欧盟 欧洲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麻烦等等 但整个事态发展 欧洲人根本没有能力参与 赞者过程中的剧本 所以当然也没有什么选择遇气 结果明知是错也要走下去 连指出当中的问题也做不到 为什么现在的国际关系会变成这样 意识形态是第一关键 过去我们经常说世界没有什么黑白分明 应该是充满不确定的灰色地带 但美国要重新定义社会的价值标准 这是由本身的霸权形势 形成的一个道德高地 然后将所有 与美国宣扬不符的地方 或一些人物都标签错误 让世界进入一个 好像电影的虚构环境 所以最顶层的 是由美国代表的自由民主 因为美国代表的正义 所以现在号召同盟去抵制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当然就是正义了 但反过来 当美国入侵这一刻利比亚 同样都是为正义 而且是为了拯救世界的正义 而这种定义的能力很关键 因为美国有这个霸权形势 对于世界传媒也有充分掌控 而这个也是为什么美国要尽力抹黑中国原因 就连扶贫也要说是一个邪恶的行径 就是因为美国不能容许 有平等的定义能力的存在 而这个关键的结果就是 正义不再是你做什么行为 甚至不是说出来的结果是好是坏而来到决定 而是由哪一个来执行这个行定来到决定 所以所有由美国带领的行动 都是正义的 都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由美国扮演了上帝的角色 所以大家不难发现 就算是欧美最顶级的知识分子 每次在大肆批评美国政府或政策之后 一说到最核心关键基础的制度 就是Liberal Democracy 自由民主制度 忽然间就会发觉他们 咬了 因为这个是他们多年来 借根在心里的一个 西方意识形态的基础 没有人敢触碰 更不要说要否定或重新思考 所以1984 真是1984 当美国在这段时间击败苏联成为全球霸主之后 世界的公平和正义就开始被扭曲 当然 这样的行为本身带着很多缺陷 因为美国做代表的跨国集团 最终都是掠夺利益 他们跟着的行为自然违背了正义和公平 于是美国人制造了另外一个主意来包装这种略绝的行为 这个思想同样来自俄罗斯裔美籍女作家艾恩·兰德 所以在美国政坛上的保守派 经常挂上了难得的客观主义 Objectism 借用了其中一个重心就是所谓理性地利己 即是强烈拥护自由放任的资本制度 反对中央集权、反共主义 同时又赞扬英雄式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美国价值 一方面反战 转头又会支持一些不择手段 包括采用暴力来反共 当中的本质是美国永远代表公平正义 其实就等同了黑社会秩序 有了这样的意识形态基础 从中发展出四大现实 第一是美国主导世界大环境的意识形态 打住就算不理想 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 就算人民的生活多困苦也好 也已经是其他所有地区 打崩头都争入的梦想角度 所以美国同一时间 只要不定期制作梦幻式成功例子 令世人有英雄可以仰望 所以久不久就推出了一些 像Bill Gates、Steve Jobs、Bessels 或者现在Elon Musk 这样的人物 第二是要牢牢掌控着全世界的话语权 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主流传媒 其实都在美国的掌控下 所以俄罗斯一出兵 乌克兰入侵 而同一时间以色列空习敘利亚 就是产材恐怖分子 来到今时今日美军最强悍的武器到底是什么? 当然不是什么飞弹、子弹等等 当然首要的第一大武器就是Google 再加上横数全球的网企 如YouTube、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等等 大家记得冲击美国国会事件? 当时情况一片混乱下 但结果超过九成闯入国会的暴徒 都是被发现和拘捕 靠的是什么? 当然是无手机不在的Google 所以中国无意中挡住美国的一众科网企业 其实是值得慶幸的 第三是做好选举制度的神主牌 为什么美国能够代表公平正义? 因为领导人是得到民众通过选票授权的 如今时今日你问大家 这些美国、加拿大、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 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拥有这个权力 甚至是不满意 可以将一些不喜欢的领导人利用选票赶走 但大家永远都不会发觉 其实在选票上到底出现什么人的名字 根本就不轮不到选民的决定 这样又有什么选举权可言呢? 选举民主制度说的是背景 真正控制政界的是军金集团和跨国企业 所有政界中人都要靠这些集团的资源和人脈 来帮助登上大位 媒体和社会的声音都受到操控 要考虑发声之前 他们是会衡量国家利益、人民的利益 还是个人的政治前途呢? 第四 如果来切身处地和这些政界中人想想 面对俄乌战争的情况 是要跟大队还是逆风而行呢? 质疑美国的利益是否会激怒金主和传媒呢? 下一届选举能不能连任呢? 所以去到尾 就算明知美国的行动并不公义 但如果提出反对声音 能不能应付媒体和网络上对你态度与别不同的质疑呢? 这种情况 不是等于欧美国家现在会和中国说 全世界都中了新冠病毒 为什么你还要健身自外 还要清零呢? 或者大家会说 美国伤害欧洲的利益 欧洲人、欧洲国家、欧洲政权 为什么不抗拒呢? 反正来看 这种情况 不是正正俄罗斯现在的情况 亦正正因为美国才要 煽动国难去对抗俄罗斯 当冷战结束 苏联瓦解 北约为什么还存在呢? 为的就是要做欧洲的太上皇 亚连斯基是怎样上台的呢? 政治素人是否真的有这种能量呢? 来来去去都是因为得到美国的支持 所以今天他们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好像马龙现在最关心的是自己能不能连任 法国社会的政治环境会不会更动荡? 黄贝森又会不会再搞事? 而德国前总理马行义经营德国15年 以他这样的高文望和工作能力 才勉强能够排除美国的干预 搞出了北凯二号和中欧投资协定 但结果又怎样呢? 人一走 茶就糧 有谁能够有自信比较满意更能干 有足够的声望顶得着美国呢? 结果就是 欧洲人又被蒙在鼓里 变成鸵鸟政策 最终为势所逼 只能够自弃弃人 我是霍强 休息回来继续和大家视视观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梵录